- 搜狗视频的朋友们 - 我发觉你特别喜欢我害怕的所有的东西 - 不是我喜欢是粉丝喜欢 - 你会回看你发过的一些电舞收集? - 会 - 你看外圣洁内条有没有被吓到呢? - 当然不会 - 那可能是幼稚园版本吧 - 我觉得不算恐怖吧 - 我觉得那个 - 是我这一段时间最大的压力 - 你就安静地睡去吧 - 我感觉我的心脏要释放出来了 - 好 三二一 - 哈啰 大家好 - 搜狗视频的朋友们 - 我是XBOM的刘俊 - 觉得其实印象深刻的是 - 我们第一次听到DEMO的时候 - 心里就有一种 - 啊 这是我们的第一首歌 - 就是那一种激动 - 我的理解就是 - 在这个追梦的这一段路上 - 大家一起并肩前行吧 - 如果哪一天散了 - 那我们也会在同一个星空下 - 互相祝福彼此的那种情感 - 两段时间不是也结束了登场的洛阳吗 - 询钻触觉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- 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- 因为我看到你在节目里面有说 - 大普幕那一段你很害怕 - 我发觉你特别喜欢我害怕的所有的东西 - 不是我喜欢 - 是粉丝喜欢 -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回去 - 美洲大普寻等这件事情吧 - 因为首先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- 我自己一个人肯定没有办法实现 - 所以就也特别想跟节目都说 - 就是感谢 - 那你觉得这趟登场的洛阳 - 录制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- 就是成功找到亲人 - 就是最大的收获吧 - 敏感可能来源于内心对恐怖片的恐惧 - 《Inners》这首歌它可能表达的就是 - 趁主人不在家就捣乱的刘小准吧 - 然后其实当然也象征着内心顽皮的一面 - 就之前也有一些编舞作品嘛 - 粉丝就很想问你 - 会不会想要把这些编舞的巧思啊 - 或者概念做一个记录 - 然后分享给大家 - 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在编舞之前 - 我就会有个习惯 - 就是会先把歌词抄一遍 - 然后我在脑海里面就会理出来 - 字录什么的 - 但是不会特别的记录下来 - 可能我觉得作品 - 视频本身就是一个记录吧 - 就是你也不会做过多的解读 - 会想要大家自己去感受 - 对 因为我觉得表演这个东西 - 就是每个人看了都有自己内心的感受吧 - 对 不想要去给一个固定的一个解析 - 然后你也给很多艺人做过编舞作品嘛 - 都特别的惊艳 - 然后可能很多网友都看到 - 我觉得很好看 - 但是可能会不知道的是你编的舞 - 然后你会觉得因为这件事情 - 会有一些失落或者有一些感受吗 - 不会耶 - 因为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 - 没什么影响 - 就是幕后制作这个东西 -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关注到底是谁去做的 - 只要他最终呈现出来效果就好的那就行了 - 然后有人说 - 从幕后到台前这条路是很长的 - 然后很辛苦的 - 你对此有什么感受呢 - 就是需要站在聚光增下的勇气吧 - 然后但是拿出这个勇气的过程 - 可能简单也可能困难 - 因人而一 - 就是我是那种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类型 - 只要我的目标定好了 - 那我就往前走就对了 -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内宇的舞台不够多 -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- 会 -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理由 - 因为我觉得舞台可以自制 - 因为我自己就有自己在做舞台 - 所以我觉得可以自制 - 现在的大环境下就是 - 要实现一个线下的舞台 - 不是那么的容易 - 对 - 所以现在每一个视频啊作品 - 我都当成是舞台一样 - 就跟录播一样嘛 - 那你会回看自己发过这些电影的作品吗 - 会 - 那你看外圣姐妹条有没有被吓到呢 - 当然不会 - 那可能是幼稚园版本吧 - 我觉得 - 不算恐怖吧 - 就是那个 - 大家都会用高拳舞来作为 - 团体舞蹈实力的一个标准 - 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- 首先我是认同这一点的 - 但是我会觉得这不是唯一的标准 - 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下 - 你觉得有哪些地方实力衡量 - 专业的角度就算了吧 - 专业的角度就算了吧 - 不然的话 - 我的饭碗就要被抢 - 哈哈 - 上映之前导演也邀请我们一块去他家看了 - 会觉得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 - 我觉得这毕竟是第一次的尝试嘛 - 就未来继续努力就对了 - 那未来有打算挑战了一些角色吗 - 未来我想尝试一下悬疑题材的 - 因为我自己个人就不是那种会停在原地的类型 - 所以就是有什么新的尝试我都会去挑战一下 - 去突破自己 - 不害怕吗 - 我觉得悬疑天还好 - 但不是恐怖片 - 限度要拿捏好 - 那你自己喜欢看悬疑剧这种吗 - 我挺爱看《迷雾剧场》的 - 说到挑战上次都想学当情吗 - 觉得怎么样吗 - 还没开始 - 但是有机会一定会学 - 现在也有很多的综艺嘛 - 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综艺啊 - 然后其实想尝试什么综艺呢 - 进来可能看电影或者是剧的片子会比较多 - 然后我想尝试的综艺的话 - 因为之前尝试了文化类的节目嘛 - 然后接下来可能想尝试去生活类的 - 生活体验类的节目 - 自己亲身去做 - 三二一 - 三二一 - 哈喽大家好 - 搜狐视频的朋友们 - 我是XFORM的刘俊 - 然后我看到你在那里是有展示你的客家化的吗 - 对 - 这客家化就是从小 - 然后听外婆外公在我身边就一直说 - 虽然说我回他们都是普通话 - 从小在客家化的环境下长大 - 那要不要尝试一下多语言来介绍一下自己的 - 様子 - 大家好 我是XFORM的刘俊 - 很高兴见到大家 - 证請者 - ьta suggested - ö buttons -,我不客气 - 好可愛 為什麼會是可愛 因為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馬來西亞特別像花園寶寶 客家話可能是比較陌生 我想一想 因為太久沒說了 買給明漢 劉鎮 然後剩下的我已經忘了怎麼說 因為在馬來西亞就是有很多語言 所以就是馬來文 然後中文、英文都是一定要學的 然後從小有粵語 然後客家話 然後還有福建話 所以我就擔心自己說出來的客家話 可能就混合了別的語言在裡面 耶 嗯 知道最近劉鎮老師的壓力很大 所以我給你準備了一個恐怖箱 來消除你的壓力 你可以伸手進去試一下他什麼東西 這是我這一段時間最大的壓力 他不是活的吧 我不會翻過去吧 他為什麼會有蓋 這是蟲嗎 沒事大膽的話 他外面是合作 這樣不可怕 你不會翻過去吧 他就不會動吧 他就不會動吧 對嗎 彈 有彈性 有什麼火屋水彈性 青蛙嗎 我不想把它打開 2000年後 好 他應該露出來了 露出來了 等一下我頭疼了 你好 你就安靜地睡去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想按 我已經碰到我的水 真的如我所說 還是被我摔走了 現在覺得他嚇人嗎 現在不嚇人 那你覺得有壓力釋放出來嗎 沒有 我感覺我的心臟要釋放出來了 哈哈 這個我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嗎 恐怖箱的挑戰